一文读懂苹果秋季发布会 新iPhone缺席 A14处理器先行亮相 完全一致 苹果在此次发布会上更新了智能手表产品线 不但推出了全新的Apple Watch Series 6 还带来了廉价版手表Apple Watch SE 另外,伴随着两款新Apple Watch同时亮相的还有苹果针对智能手表打造的全新Family Setup生态系统 通过该功能 就算其他没有Apple Watch的家庭成员一样可以使用iPhone与Apple Watch进行配备使用 硬件配置上 iPad Air 4最大的亮点居然首发了A14仿生处理器 要知道一直以来iPhone都是苹果展示新处理器的首选硬件 不过由于今年iPhone 12将在下个月单独举办发布会 因此iPad Air 4就成为了A14仿生处理器的首发机型 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 每年苹果都会升级自己的A系列移动处理器 不过今年让人颇感意外的是iPad Air 4成为了A14仿生处理器的首发硬件 而并不像以往那样首先出现在新iPhone的身上 由于iPhone 12的缺席 这次苹果的2020秋季发布会其实相对平淡了一点 不过在平淡的之中还是有几处意外的惊喜